中印关系近年来确实遭遇一些挫折 这种局面完全不符合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方始终主张要通过平等协商来管控分歧 积极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不能够让边界领土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来影响和干扰我们现实的关系 特别是两国合作的大局 我们看到总有一些势力试图在中印之间挑动矛盾 在地区之间制造分裂 但是这种做法正在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识的反思 和警惕大家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 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我们只有坚持独立自主 才能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各自国家的发展和振兴 中印人口加起来超过28亿 占了全球三分之一 我们两国实现稳定发展和目相处 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正像一句印度的谚语所说 帮你的兄弟撑船过河 你也能够到达彼岸 我们希望印方同中方一道 坚守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共识 坚持增进互信 避免误解误判 我们彼此要做相互成就的伙伴 不当相互消耗的对手 要确保两国关系 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被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 为地区和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